运载运通 人烟有本无所聚 树英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君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权股价指数目前盘中 再度重挫了800点 成交量的部分 预估量的部分 也来到7600亿的一个新高了 那之所以出现重挫 最主要还是跟疫情有关 因为呢 今天盘中再传出来 就是基隆再传确诊的个案嘛 所以呢 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陈部长他要召开这个 一样他要跟大家做说明 有可能疫情的警戒 会拉高到第三个层级 第三等级的条件 那也就是说 目前呢已经出现了 连续一周之内出现了 将近10个本土的病例 而且呢 它是一个不明感染源的一个状况啦 那当然 就是整个疫情的影响 造成整个台北股票市场 出现一个恐慌性的卖压 那除了整个疫情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整个融资余额的部分 融资的维持率的部分呢 其实已经来到一个相当低的一个位置点 那这个融资余额来到一个低点 刚好配合整个疫情的关系哦 让今天整体的加权股价指数出现一个重挫的状态哦 那很多高融资的股票其实他当然就撑不住了 他就撑不住了 但是呢不代表说台北股票市场真的不好 还是说台北股票市场就没有未来咯 因为呢 从过去每一次的历史经验来看啊 当我融资出现断头的时候 比如像说去年三月份 当融资出现断头来到最低点 来到140几%的时候啊 那时候整个市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糟糕 可是呢 在那个气氛一旦过去之后 整个行情又开始出现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那股票市场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总是在盛级而衰 然后呢最后才会有脾级泰来的一个走势嘛 就像钟摆一样 每次都在极度乐观跟极度悲观之间摆档 那这里面一定有很多被错杀的标的 我就讲啦 一定有一些个股啊 他被标错价格 那只要你能够符合他未来的价值哦 其实最终哦 他还是回归到他应有的价值面里面哦 所以呢 现在你要注意的是这个融资余额的部分哦 我帮大家整理出来就是目前上市的融资跟贵买市场的融资 它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哦 那找盘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嘛 融资维持率目前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 融资维持率在167个percent左右 那最主要是贵买市场啊 贵买现在的融资维持率只剩158%哦 只剩158% 那融资什么时候会断头 当我的融资维持率来到120%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产生一个断头的压力了 它就会整个卖压它就会显现出来了哦 那你今天呢 上市的融资维持率在167%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在一根跌停板下来 我会加速我的跌市哦 我会加速整个维持率的往下灌了一个跌市 所以呢 现在很多市场上的投资人 遇到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啊 就是说我现在手上 融资维持率不够了 我该怎么办哦 那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把一些融资维持率很低的股票 赶快把它砍出去 当你把它砍出去之后 你的融资维持率才能维持在一个相对高档的水位哦 可是呢 这种做法会产生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融资维持率还是一样啊 就算你是高的融资维持率 它可能在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 又会产生一个连环性的一个卖压出来 就是造成你融资维持率高的股票 它也一样会撑不住哦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用融资去买股票 你要把你的风险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哦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不要用追高的方式去追股票哦 你不要用追高的方式去买股票 所以呢 当整个融资维持率降到了 假设今天再砍下来 昨天已经大减了100多亿 今天肯定又超过100亿以上 肯定超过100亿以上哦 那整个融资维持率降到 假设来到140%的水位的时候 其实整个市场上的融资呢 就已经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位置点上面哦 那贵买市场它一定会先落底 它就先来到一个融资维持率最低的一个位置点上面哦 所以呢 那透过这个疫情 它来去做一个整个洗盘的一个动作 其实对整体的股市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那有一些个股 它其实接下来下半季 它要迎接的是一个新的旺季的时候呢 反而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有一些被错杀的标的哦 像有一些族群 比如像说我之前跟大家谈的风力发电 我觉得风力发电的族群 在未来整个台股的这个 下一个波段的多头走势当中 才会扮演一个要角哦 可是相对来讲 有一些族群 比如像说涨太多的 像航运的族群嘛 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啊 现在有人已经开始准备要 all in 洋民要拼了啊 他真的要跟他拼了对不对 贷款了一百万 他要去all in 洋民 拼买二十张有没有 然后呢 他认为利率只有三点八%而已啊 所以呢 他要准备怎样 他要大发财 他觉得买在一百多块钱 将近快一百块钱的洋民有没有 他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是合理的价位 那我会认为啦 当时的市场气氛 他的整个氛围 他已经出现了一个 过热的一个现象 那这种现象呢 其实你如果在洋民啊 他在四十几块钱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感觉到 也不会有人想要去all in 四十几块钱的洋民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来到洋民来到了哪里 来到了一百块钱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大涨的关系嘛 所以投资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 认为他的未来就是前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当时我也提醒过大家 我说如果假设洋民今天 他的未来真的这么好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公司他要突然之间 在这个位阶点上面去办现证 他如果要办现证三十万张 这个三十万张非常非常的多耶 代表说我未来的筹码上面呢 会出现多了三十几万张的筹码呢 那你现在去all in 洋民 那好啦 那新的这些股本出来了 新的筹码出来了 被这些大股东都买光光了 那你的成本不就是比这些大股东 还要来得更高吗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票市场里面 有一些个股它确实啊 它已经来到一个过热的阶段 那当然我们不要去碰它 那你就寻找一些真的有机会的族群 下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不好啦 只是说行情再跌的过程会造成一个恐慌 就很像说阳民在高档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兴奋 当他在低档的时候默默无闻 可是同样的 当你今天看到一个确诊案例的增加 我们回过头来看 是不是真的会对经济造成一个影响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 其实全世界啊 目前疫情它并没有出现一个 就是完全都是降温下来 并没有 包括美国的部分 包括欧洲的部分 包括所谓印度的部分 现在也是确诊案例都在增加 但是他们的股市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崩盘的一个走势 他们还是非常稳定的往上去做一个成长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疫情跟去年的疫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口罩 缺口罩嘛 第二个呢 全世界也没有疫苗嘛 因为当时美国 他们的辉瑞疫苗还在研发当中 欧洲的AZ疫苗也在研发当中 Moderna的疫苗也在研发当中 所以造成了当时的股市出现大崩盘 那包括口罩的部分当时也缺啊 每一个人当时都在抢口罩 口罩一片涨到20块30块啊 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就算整个疫情如果再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有疫苗了 第二个呢 我们的口罩目前都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其实你要对抗整个疫情的扩研 只要大家多一点心 大家只要开始呢 用一点心去做这个疫情的控制 其实很快的它就会降温下来了 所以呢 当你看到疫情开始去做升温的时候 我反而在思考一件事情 哪一些个股它真的是具备未来 可是它短线上面被错杀的啊 那你说融资如果出现一个断头的卖压 假设我现在整个融资维持率 都已经降到一个相对低点了 那如果降到相对低点 它也砍不下来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有一些机会点它会出来 所以要避开一些高融资的股票啊 比如像说我刚刚讲的阳明嘛 那现在散户大家就疯狂去买啊 整个融资它也来到一个新高啊 当它来到高点的时候 自然会产生一些卖压出来 那如果融资呢 开始产生连环套的时候 那你就要特别的当心哦 但是有一些个股它是被挫杀的 这是无庸置疑的 因为未来的成长性很强 比如像说 这个风力发电第三阶段 它准备要招商对不对 那月底呢它要开始 现在经济部它已经公布了哦 未来的零选的规则它都出来了哦 它都出来之后呢 包括整个厂子的部分 它也确定了哦 它也确定了哦 所以呢当这些风力发电的族群 来到一个合理的价位 反而是一个很好入手 跟布局的一个机会哦 那不只是台湾啊 包括就是说 这个拜登总统的部分呢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美国它也要做风力发电 所以呢美国它已经批准了 拜登总统他昨天批准了 第一座的大型离岸风电的发电厂哦 所以呢美国跟台湾 现在都要来做这个 离岸风力发电的时候 其实未来整体的成长率啊 跟它未来整体的这个 报酬率方面会出现一个 被增式的一个成长 会出现一个大爆发式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觉得 在整个风力发电的族群哦 在整个疫情当中 反而像这种有政策加持的 有政策加持的族群 未来哦 反而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所以呢有些个股 比方说拜登总统支持的 像过去拜登总统支持什么 基础建设嘛 所以钢铁股就涨了 所以当时的铜价就大涨了 那现在呢 拜登政府要拼风力发电 他现在已经批准了 手作的大型的离岸风电厂的时候 那台湾呢 台湾是不是有一些标的 他是可以收回的 那如果说 假设这个离岸风电 复制当时拜登 就是当时基建的这个走势的话 那包括有一些机组啊 或者是有一些 美国没办法生产的东西 台湾这次反而可以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哦 所以呢有一些标的呢 我觉得 强势股拉会站在买房 现在你看起来很弱 可是我觉得未来呢 你逢低来去做布局的话 当我整体的市场氛围 又开始从悲观 变成到一个平伍的状态 那这些个股 他居然被低估 未来就会反映他应有的价值哦 时间关系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从选择哦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性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聚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节杯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节水可以很轻松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目前呢 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下跌了861点哦 再创一个波段的心力 已经跌破了16000点的大关哦 那指数下跌呢 其实它是一个杀融资 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啊 那居然呢 融资维持率 它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哦 一旦有一些风吹草动 自然会造成股市的 大幅的一个震荡啊 但是呢 这种震荡呢 其实往往也是代表一个新的机会 跟新的转机的一个开始哦 因为危机过后 自然就有转机的出现嘛 但是呢 在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 有一些比较高档的标的 你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因为它可能 已经才开始做一个起跌 或者是说 它的融资目前还在高档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去 次时的去做一下调节哦 可是呢 相对来讲 有一些融资比较低的 那我觉得 它的整体的状况 跟它的这个未来 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啊 反而回撤 是一个很好布局的一个机会点哦 因为疫情并没有消失 它本来就一直都存在着 包括在美国的部分 它也都存在 包括在欧洲的部分 它也都存在哦 那台湾呢 是因为过去防疫做得太好了 所以呢 让整个市场上的投资人都觉得说 哦 台湾没有疫情 所以非常的安全哦 但是呢 你今天一点点的问题爆发出来 就会造成 哇 很多市场上的这些 过度投机的资金 它开始出现一个 洗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投机不死投资 它不会来 可是呢 当投机的资金都挂掉了 当投机的资金都撤走的时候 自然有一些投资的机会 它就会来临哦 所以呢 你看看这个融资的维持率的部分哦 目前大盘的融资维持率 它来到167个percent哦 其实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哦 当我的融资维持率降到了140%左右 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点上面哦 因为融资它大概120%其实就会断头了啦 就大概就会断头了 所以呢 当它来到140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很多的市场上面的这个融资 其实其实都已经被退出了 都已经被请出场了 所以呢 第一个会反弹的 其实我认为在贵买市场的部分哦 因为贵买目前的融资维持率只剩158%哦 它只剩158% 所以今天再砍一下下来 其实贵买市场的融资 它就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位了哦 那居然呢 出现了危机 当然它也是一个转机的开始哦 那我们在寻找转机的时候 当然又从一些基本面的角度去出发 甚至有一些个股呢 如果它在集错的时候 是不是很好布局的一个机会哦 那其中我觉得 第一个可以去了解的 可以去布局的机会 其实还是在离岸风店 离岸风店呢 因为第三阶段的招商 刚才刚开始启动而已 那现在呢 已经很多市场上的这些资金 它已经在摩拳插涨 准备要来抢这一块的商机哦 那不只是台湾 包括美国的部分 它也是一样 它开始做一个离岸风店 拜登总统它已经签签了 所以呢 台股当中有一些做 所谓离岸风地发电机 很重要关键领组件的部分 比如像说转轴的部分 它有一块 这个所谓转轴的 它需要非常高等的技术 它才有办法做的 那台湾很荣幸 有一家公司 它就具备这样子的技术能力 所以呢 以它现在的股价来讲 其实我真的觉得 它不算太贵哦 1589的永贯嘛 今天是急刹 来到一个将近快 跌停板的一个位置哦 可是呢 这种急错你看看嘛 我是说 它目前的位置点上面 其实 它已经打了一年的底部 它已经打了将近快 一年的底部对不对 那这种底部的形态 配合整体的政策 正准备要去做一个 发动的一个状况哦 配合它整体的基本面来讲 去年赚了4块8哦 去年赚了4块8哦 而且你看去年赚钱的部分 是从第四季开始哦 当我的第四季 一季可以赚到2块钱 当我可以赚到2块钱 也就是说 我整体的营收 整体的获利能力 正在往上去做提升 跟它过去呢 一季亏损 一块钱来做相比 其实现在的股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哦 所以呢 原本的亏损 慢慢的开始进入 回收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说 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再做一个加持 那一年 今年去年赚了2块多嘛 那你如果今年可以成长 再比去年成长 大概可以赚到5块到6块钱的话 其实以它现在的股价而言 股价回到76块钱 你不觉得它太过便宜了吗 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相当值得 而且非常合理的投资价位嘛 所以呢 台股当中其实 你遇到疫情的影响 我相信有很多市场上的 投资朋友们 他会很紧张 都会产生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说实在的 有一些个股 有很多的族群 它其实未来的发展性 甚至它今年 甚至未来 明年后年 都不会 都维持一个相当高速成长的状态的时候 这里反而是一个很好布局 跟很好入手的时机 反正你高点你都敢追 反正跌下来 没有人敢买 那不就是每一次投资人 遇到那种恐慌气氛 来到BiOS低点的时候都不敢布局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嘛 可是你说这些个股不好嘛 如果假设今天 苹果 它开始要给你订单了 苹果它出现一些改变 它告诉你说 未来我要采用mini LED的产品 所以包括iPad Pro的部分 它已经先开始用啦 iPad Pro啊 它现在要用mini LED的产品嘛 所以iPad Pro 它已经先开始采用mini LED之后 有很多的族群它就会开始受惠啊 它就会开始有机会出来啦 那mini LED 过去以前都没有 就跟离岸风电一样 它以前都没有 可是未来会变得非常多 它未来会变得非常的狂 所以呢 有一些 做mini LED的公司 它必须要配合苹果 来去做一个扩产的动作 它必须要来 去做一个扩产 来去做一个 产能上的一个提升 所以台股当中有一些族群啊 比如像说设备的族群 像mini LED相关的设备族群 它就会迎接 未来一个很长的一个旺季喔 所以呢 像九元的部分啊 我当时在买它的时候 在78块多嘛 我当时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量占比300来到13啊 所以量缩回档 未来会继续涨啊 它会涨上来啊 所以呢 当它来到哪里 来到5月7号的时候 5月6号布局 5月7号大家要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我说D买的啊 你一定要从D下去 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涨上来你才有钱可以赚 涨上来你才有钱可以赚啊 所以当它来到亮灯涨停板的时候 量缩回档 当然就继续涨上来了 那我说 英尼LED的产品就是未来市场上的主流啊 这未来不会改变耶 包括iPad Pro的部分 它现在呢 除了做这个iPad Pro以外 未来在整个Mac的部分 它也要加入所谓的miniLED的产品喔 包括MacBook 14寸的部分 包括14.5 包括未来15寸的部分 它都会开始采用miniLED的产品喔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资金 你会看到它的整体的营收获利来讲 已经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的状态喔 像这个4月份营收 它其实已经创下一个新高了 它来到了年成长将近快76% 去年呢 赚了4.12元 然后呢 营收还在创下一个新高 它还在创新高 所以就股价的角度而言 其实现在都不算太贵啦 真的都不算太贵啦 所以才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资金 大量的资金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带动它的量占比从300来到13 从300来到13 所以这些大量的资金开始去做一个布局啊 那它回来之后 自然有买盘会把它带上来 它自然会有买盘自己把它带上来 因为成长性够高 因为它整体的 基本面上面来讲的话 是非常优异的 再加上说真的有成长性啊 营收还在成长 获利还在成长啊 那这些部分它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嘛 你说苹果会因为台湾有疫情的关系 然后呢 iPad Pro就不卖了嘛 不可能的事情嘛 它会因为台湾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Mini LED它就不用了嘛 也不会啊 所以你看到的是 目前很多市场上的恐慌卖压在出来 但是也因为这些卖压的关系造成了 整个加权股价指数创下一个最大的一个涨幅 跌幅来到1200点啊 所以当这些融资开始在做出厂的时候 自然有一些机会点 有一些买点就会出现了 有一些机会点你要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 所以呢台股当中还是有啊 包括就是说未来的台积电的部分 它还是一样啊 这些个股都不会改变啊 台积电啊上修今年的展望 资本支出创下一个新高对不对 那包括政院的部分打造南部的S郎带啊 从设备材料两方向来去做一个出发 所以呢 未来整体的半导体设备族群 会因为这些公司的关系 它出现一个大成长的走势啊 包括台积电未来三年要涨下1000亿美金 来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呢 即使有疫情 台积电也不会放慢它整体的投资的脚步 所以在这个设备股当中 有很多被市场所低估的标的啦 有很多被市场所 目前来讲是被市场所忽略的一些族群 所以我觉得 我对于整体的行情规划来看 包括整个风力发电的族群 包括mini LED的族群 还有所谓的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当行情回档的时候 自然会有买盘 自然会有一些机会点来去做一个浮现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 当你遇到行情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要更有一个稳定的心态 来去思考一下 哪些个股是被挫杀的 但是哪一些个股 你要去做一个调节布局的动作 那资金在做移转的过程 有一些新的机会 电子股它要复制未来传产股的奇迹 有一些被挫杀的电子 趁着回档 是很好布局的一个机会 时间的关系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辉的五月 温馨的五月 运达头部祝天下母亲 母亲节快乐 感恩价520再加一 感恩价520再加一 倒数三天 速播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房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的跟单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猴子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